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战神2全剧情娱乐流程解说第四集 我是310 好那么上一次是讲到了这个 从提风那儿拿到了这个弓箭 他到弓箭以后呢 咱们原路返回 就可以救出被他压在手掌下的这个 那匹天马了 还关键是咱们取得了这个泰坦之怒 好这里还需要爬这个天花板回去 然后途中呢会刷一些敌人 这个用投技直接干掉就可以了 天花板上的投技 他的抓的这个判定是比较远的 因为他是用炼刃挥出去抓的 好这个连续按援呢 每一个敌人都可以锤这么五下 这个虽然说少锤几下可以节省一些时间 但是多锤几下呢可以制造一些这个连击术上面的奖励 好那么这边是回到了这个地方 现在他的手这样罩着呢 咱们可以用这个爆气以后的攻击 他就可以把他的手彻底给打开 那之前没有得到这个泰坦之怒是不行的 好把它四个手指全部打掉 那么这里看到还有一个绿魂宝箱 咱们把它开掉 现在HP是不满的 反正这地方以后咱们也不会回来了 好这里这个打这个手指呢 普通攻击可以快速的回这个泰坦之怒 以方便你这个用完了还没有把它这个手打掉 那么咱们就可以先把泰坦之怒给补满 然后再用最后一次爆气把他的这个手指给打开 这样骑上天马 天马呢就可以离开这个体风关着的这个大牢了 好这里这边说一个事情就是 库拉大家应该知道吧 他好像最近是想要录一个这个最终幻想时的这样一个流程视频 大家知道就是游娜的一个游戏 这个但是他的PS2呢不在身边 所以说这边先看剧情 Kratos他说看看这创世之岛 他们将引领你走向命运女神的地府宫殿 这里是你这个寻求真实命运的道路的开端 这个岛上危机四伏 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你去找到那个命运三姐妹 这个命运女神呢就有这个能力能够帮你回到宙斯 背叛并杀死你的那个时候 这样就可以改变你的命运 也可以改变其他人的命运 其他人呢就是指他们泰坦一族 好这里一开始呢可以用弓箭射一下 不过还是以回避为主 这个L1和R1可以这样左右闪 这些人基本上是打不到了 他们在靠近你的时候还会有时候还会撞你一下 然后就被撞到了 赶紧左右晃这个摇杆回来 好这一段这个空战呢 这里会刷一些蝙蝠 这个蝙蝠推荐大家用圆圈全部干掉 每一个都可以获得5点的这个宏昏奖励 而且你只要圆圈连按完全不用动脑子 这里的蝙蝠呢还可以打出一个比较高的连击数 这样鸿昏奖励还是比较可观的 那再接着说库拉那个事情 那库拉呢他自己的PS2不在身边 那他就希望能够有人好心人帮他录一下这个流程 那么他来解说 如果说大家有条件录制这个PS2视频 也愿意录制这个生物 这个最终幻想石的话呢 就跟他联系他的优酷ID是KULA317 在我的订阅里头也有 好那么这边呢就是跟这两个施救吧 跟这两个施救展开战斗 那么这边一边打一边要回避前面人放的这个弓箭 也就是说一边打一边要保持移动 然后不要被这些施救给甩掉 好这个出提示了 咱们圆圈上去终结他 有两个QTE这个是随机的 好翅膀撕掉跳回到自己的天马上 好钻过去不要让他有机会 他往前冲咱们也往前冲 当时第一次玩二代的时候 这个空战还是非常非常刺激的 虽然有些优化做的不是非常好 有时候会打不到敌人 或者说是这个反正操作起来稍稍有些奇怪 这个地方的QTE非常奇怪 我这个玩了两次 两次都是明明按到 但是他判定我没有按到 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不过这个不会没有按到 也不是祭祀的 这个问题不大 好这边同样是两个施救 要注意回避前面人设的弓箭 这个弓箭会跟踪 非常讨厌 第一次玩这个空战还是觉得非常刺激的 战神二 因为我们知道战神一 他是对吧 是有一个这个太震撼了 当时 当时战神一发售的时候 还没有什么这个太多人知道 也算是黑马这个黑马的游戏吧 但是战神一呢 带给咱们的震撼实在是太多了 那么战神二如果说 带给我们同样的震撼的话 哎 因为咱们已经是被震撼过一次了 所以说如果战神二 没有进步的话 那就或者说没有这个太大的进步的话 那就只能意味着退股 这个玩家们是不会买单的 但是战神二呢 做得非常非常棒 他和一代呢 应该说是进步了非常非常多的 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很大的改善 好 这里这个算是一个小头目吧 咱们要单挑一下 所以说当时玩战神二的时候 还是觉得非常非常刺激 非常非常震撼的 并没有被这个一代的光芒所笼罩 像三代这次的这个评价 就不是那么好了 虽然说在PS3上哎 但是有很多地方 还是被玩家指出这个做得不够用心 那不管怎么说 也算是PS3上的独占神座了吧 这边好 跟他打一会儿以后呢 要躲避他的这个光球 这个是固定的 先是躲左边 再躲下面 再躲右边 再躲上面 这样逆时针一圈 好 最后还是左边 这边背板就可以安全通过 被这个东西打到还是挺疼的 估计太坦难度打个两三次就挂了吧 好 最后这一段是不能攻击他的 是一段固定的剧情 但是看的时候别忘了按QTE 先是这个圆圈连按 然后爬上去以后有几个QTE 都是随机的 好 这边这个杂兵呢 他手里拿的这把武器 命运之枪 咱们以后也是会成为咱们的这个主武器之一 不过这里呢 魁也貌似不着急拿这把武器 把这个角鹰兽干掉以后呢 就管自己跳走了 那之后这个角鹰兽也是发生了坠机 坠机事故 坠在这个创始岛上的某个地方 咱们以后会再见面 并且获得这把命运之枪 好 这边往下掉呢 是有一个QTE 大家别看得太刺激忘了按 这个掉下去就 就是直接摔死了吧 好 这边写着这个拉克西斯的神庙 还就是命运女神的神庙 命运女神呢 是这个拉克 拉克西斯是这个命运女神之一 也是长得最有人样的一个 这个以后咱们玩到这个打BOSS的时候就知道了 OK 咱们这个爬上来以后呢 先来到左边 左边有两个宝箱 一个是红魂加蓝魂的混合宝箱 一个呢 就是凤凰羽毛 好 这边有个存档点 然后旁边的梯子可以爬上去 然后继续试一段这个攀天花板 从这个缺口上去呢 就会迎来第一场战斗 在这个 命运女神神庙这个场场景 好 这里的BOSS 这边的杂兵呢 是不能这个直接地面抓头的 不过可以空中这样的无限连 而且看到这个空中把敌人这个砸向地面的话 这个攻击力是非常非常高的 可以看到刚才那个杂兵 就是没有被我抓的那个杂兵 被砸了两次就出这个圆圈提示了 好 这边人多的时候呢 同样是要 这边方方三角这个很容易被他们防住 还是尽量用这个三角形按住的这个跳空 注意防御 被他们围攻呢 就跳空 然后找机会跳空以后呢 往下砸 这个砸到敌人的话是非常疼的 不过这几下好像都没有砸到 好 刚才差一点点被下面那个杂兵打到 好 有一个出提示了 咱们先抓这个敌人 然后扔到另外一个敌人身上 哎这样就会形成良性循环 这个也出提示了 再把它往这边扔啊 那个又出提示 这样不断抓扔就可以搞定 好 这边也出提示了 再扔 这个扔出去的那一下攻击还是挺高的 好 最后这个敌人空中无限连 还只连了一下 好 最后用这个三角形解决 可以获得额外的五点红魂 那么这批敌人也算是 哎 方法好 其实 并不是非常讨厌的 那这边这个狗呢 就直接抓来踢就可以了 跟三代一样 而且这个踢狗踢出去的那个狗啊 这攻击力还是非常高的 不过这个狗它非常灵活 所以说不能保证 每次都能踢到 刚才差点出错招啊 赶紧防御取消 好用这个招式把狗杀掉呢 也是可以获得五点红魂 额外的奖励 那就像这样 哎这边是两点 应该是这边那个刚好打到十连击吧 所以说这个红魂奖励就会被取消 也就是这个五点的用体 用那个扭脖子 这个五点 红魂奖励被刚才那个十连击的那两点红魂奖励给覆盖了 好这边挂着的这个 骷髅呢 都是可以打掉的 二段跳以后接空中三角就可以打掉 空中三角 然后他这个刀灰的还是因为是纵向攻击的还是范围还是比较广的 打这骷髅不成问题 但是你方向得对准 哎这边 对不准了 比较悲剧啊 这边全部打掉 那么这里还有最后一个这个打下来呢是 是不会被打碎的 他会掉下来是一具干尸 这个东西看到尸体呢 一般都是咱们奎爷的过关道具啊 两个红魂宝箱开掉 然后这里的瓶瓶瓶 瓶子都是可以砸掉的 每个是三颗红魂或者五颗 反正这个都无所谓 好这里全部砸光以后呢就可以去搬那尸体了 按R1 把它扛在肩上 然后再按R1这边提示 再按R1可以把它放下 那么搬着尸体是不能跑动的 只能这样慢慢走 好这边这个是绿魂宝箱嘛 咱们就无视了 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再去掰这个R1的这个机关 把这个生降台给降下去 OK扛起来 把它放在这个机关上这样压住以后第1道门就打开了那么第2道门呢 需要R1以后推左摇杆把后面那道门也打开 但是这个门是有时间限制的 它一会就会关上 所以赶紧跑过去 这边还被卡了一下 好非常危险 刚才差一点没跑过去 没跑过去就囧了 好然后到这里呢 R1把这个桥给推下去 那往前走呢就会触发一段剧情 他说你必须找到去那条岛上的路 那儿有去命运女神神庙的路 你为什么要帮助我盖亚 宙斯必须被阻止 这个复仇的故事曾经被预言 你知道这个泰坦克罗诺斯吧 克罗诺斯他非常害怕这个儿子杀父亲的这个先知的预言 所以他决定每生一个儿子呢 他就吃掉 那么他老婆瑞亚呢 看着自己的孩子一个一个被吃掉 他最后实在是不忍心 他最后的那个儿子也就是小宙斯 他就选择让这个神鹰 带走 他使用了一个这个小技巧 骗过了这个克罗诺斯 他让神鹰把这个小宙斯带到一个克罗诺斯 不知道的这个远离克罗诺斯的小岛上 然后他包了一块石头在这个 布里头 这时候克罗诺斯来了 为什么这个 丈夫和妻子 尺寸差这么多 这个应该是游戏人设出于美观这样设定的吧 好这边克罗诺斯大家也是 见过好多次了 一代二代三代都登场过了 最后是死在了三代 那么他最后吃下去的这块这块石头呢 就是三代 魁爷最后把他掏出来做成了这个复仇女神之鞭的那样一块肚脐石 就这块石头 是我 保护了 解救他的兄弟姐妹 但是我 可悲的这个同情心呢 使得这个给泰坦一族都带来了困扰 我们给他灌束复仇的这个心理 复仇的这个思想 但是他背叛了我们所有的泰坦 他复仇的目标不止仅限于他父亲克罗诺斯 而是所有的泰坦一族 好那么看完动画呢 这边先往右边走是有一个这个宝箱 里头是一颗 石化之眼 那么 六颗吉奇呢 这边雪草也是 增加了上限 这是第一次 好然后再往左边走呢 这里的地板会这样崩塌 不过在最后的关头跳一下 二段跳一下就可以 黯然无恙过去了 好这里迎来了一个小boss 三头犬 好咱们主要战术呢 就是远离他 然后用这个小狗去踢他 然后用弓箭牵制 哎这边抓错了 小心他的火球 这个抓人的时候要注意方向一定要哎 这个在他爪子挥下来的时候 反正躲开 抓这个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可能距离不够一些哎 游戏刺统会自动修正 这里出现qt赶紧上去抓这个大狗 好把他这个头拔下来呢 可以获得大量的黄魂 而且结束第一形态 那么第二形态他的攻击招式还是没有变 抓狗的时候要哎 这边被拍了一下 还是挺疼 抓狗的时候要注意就是 你距离不够 刺统会帮你自动补一下 但是你方向对错了那就完了 所以说一定要 对准 攻击牵制一下 咱们魔法无限可以随便用 这里也可以用暴气的打法 因为这个 三头狗死了以后会掉很多黄魂 而且旁边还有蓝魂宝箱 所以这个三头狗想怎么打怎么打 好这边第2次qt呢就可以 终结他了 会获得大量的黄魂加两大坨黄魂 还有最后一条小狗干掉以后 好这里的战斗就算告一段落了 然后这里把神像全部砸掉 其中一尊神像呢 除了掉黄魂以外还会掉出这样一大块石头 这个是咱们的垫脚石 可以去下一个场景 把它给拖出来 然后踢到最左边 好这里也不用完全推到底 差不多就可以 然后 这个蓝魂绿魂我想一下还是无视了 看一下周围有没有东西落下 这里跳过头了 好跳上去以后呢 这里有一个红文宝箱 你去开这红文宝箱 后面就会刷两条狗 这两条狗也是 老办法 全部踢死 这里的存档点也无视 这边这边还有这边有个存档点呢 也就说明刚才那个狗在泰坦难度下还是挺有难度的 所以他让你打败这条狗以后给你来个存个道 好这里一路下滑 然后 这里有一个绿魂宝箱 然后有一个红文宝箱把红文宝箱开掉 绿魂宝箱就无视了 从这个梯子上去 哎 调片 那又是爬这个天花板 依然是大狗试炼机 可以获得两点红文 然后每个都是五点 自己前进 把这边挡路的这个石头给他打碎 然后前面又会刷敌人 哎没抓到 好后面好像还有一个敌人 果然 好这边音乐结束呢 哎就过了这个场景了 好这边我推荐大家呢 先用弓箭上去 一上来先把左边这个弓箭手给解决掉 哎对错目标呢可以用右摇杆调整一下 因为这边弓箭手射的是爆炸弓箭 要是被打中很容易这个连续命中 伤害还是非常可观 所以说推荐大家先把这个弓箭手给解决掉 因为这个弓箭手也是不会这个 连续刷的 解决掉以后就可以专心踢狗了 好弓箭片一点连续树呢就可以直接 圆拳终结 片内五点的终结红魂 好这里的绿魂宝箱开一下 然后这里向前走呢又会刷出敌人 然后这边是弓箭手弓箭手呢 按住方块和一带一样是这样挥出去一招 这个伤害还是挺大的 当然如果你想骗魂魂的话呢就 尽量少用这招 把每个敌人抓住以后按三角解决骗五点红魂 哎呀 好这个也是按三角直接拆开 OK这边敌人解决光呢就可以向去拜这个摇杆 让这个升降台降下去 好这边来到一个新的场景 这个圆形的场景呢 还出现了这个Siren女妖 这边的目的呢需要杀死 用QTE杀死三个Siren女妖 好这里咱们武器强化一下 把这个链刃强化到两级 这样有一招L1加圆圈 这个空中的L1加圆圈还是挺好用的 这里还获得一个奖杯 应该是第一次升级武器的奖杯吧 挑空以后L1加圆圈 因为这个二代呢 对付这个女妖是不能空中无限投的 所以说这个L1加圆圈还是比较好用的 哎这边他躲 小心 好出提示了赶紧上去 来一个怀中暴昧杀 那么这边这个门看到被震出一点裂缝 杀三个就可以把这门给震开了 好这里咱们利用一下无限魔法这样来回射 看到哪个要出招了呢 就赶紧射他几键他就 打出影子了 好这边我没有控制好 把这个女妖杀掉的时候呢 结果把后面那个女妖也给震死了 本来这个血量控制的好一些的话 剩下这两个女妖就不用打 还是L1加圆圈可以看到这个空中的头 只能把他往下这么一扔他就不会弹上来 所以说空中还是用这个L1加圆圈效率比较高一些 他用这招呢 虽然是不费血的 但是你要快点 左摇杆挣脱 要不然很容易被他后续的攻击给跟上 好这个连击数也非常高 好最后这个人干掉以后 剩下那个女妖会自动死亡 然后这边门也被震开了 好然后看这个地方先不着急走 爬到这个地方然后再往上跳跳到这个链条上 跳了注意 跳的时候注意往这个鞋45度方向跳 不要垂直这根链条跳 那样很容易跳过头 好这边沿着天花板过去呢 就可以获得两个宝箱 一个是红魂加黄魂 一个呢是这个石化之眼 女妖这边呢 女妖都是掉蓝魂的 所以说大家魔法可以随便用 如果说你不是 魔法无限的话 也是可以随便用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小技巧 刚才那场战斗其实是可以不打的 跳到这个角落 然后掉下来以后再往那边跳 哎这边失误了一下 没跳进去 哎又回到这个地方了 那 怎么办呢 这边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准备 回去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这边他说 盖亚说时间马车 是这个科罗诺斯送给命运女神的礼物 他想借此机会取悦这个命运女神改变自己被这个预言当中的 所说这个命运 但是他没有成功 好这里连续二段跳过来呢 就可以 直接绕过这道门 大家可以看到 哎 直接过了这道门呢 就可以不用打那三个赛人女妖 可以节省一些时间 TA的时候的一个技巧吧 也不算是什么大的技巧 OK 那么这一期节目呢 也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一期再见